来到2023赛季中超联赛的比赛直播 中超联赛第19轮的一场比赛 武汉三镇在主场迎战来访的青岛海牛 右脚直接传中找马尔康 看看1点马尔康顶到了 这马尔康真的太强了 这个球感觉他都没怎么跳啊 海牛的进攻 王建明 给到中路 M4康瓜面对合超 让到左脚 康瓜 左脚的射门 没有错 西风飞 左脚再起找马尔康的头球 没抢着 外卫二脸 散球选择凌空射门 尤戴森的头球 再往中路给戴维森 胸庭打到高 还有机会 马尔康的射门 这首球对马尔康的射门大飞了 面对中位 翻到右侧 好的 这一下局面打开了 F4康瓜 外卫又选择远射了 马尔康 马尔康面对两人的防守 还能不能过人 躺到紧区里边 马尔康足够大门 木鹏飞 放球危机化解 这个球马尔康的能力太强了 这个球呢 确实是一个555派 刘一鸣的产球 我个人刚才看的慢镜头 感觉没问题 这边失误了 艾伦斯康瓜 再回过来 福布斯在干什么 左脚再传到远点 跟进的同球 这一下走到中路 刘天舵 手包球发动反击战了 戴维森往中路走 戴维森 给马尔康 马尔康转身 左脚的射门 还有机会戴维森推射 被莫菲菲打出来 二点 安德里耶维森完成关键的结尾 这一下呢 莫鹏飞啊 做出精彩呼救 开起来打到了后点 后球摆下来 外围选择了射门 来自何超 再来一脚 球打飞了 面对沙依博 戴维森 连续的晃动往中路走 戴维森射门 这边有机会 看看这次段流鱼来了 段流鱼进进区 段流鱼左脚传第一球 马尔康漂亮的动作 还有机会 阿提斯的射门 又是姆鹏飞 姆鹏飞今天 非常多的精彩不救 散球再来一脚 球打飞了 刚才马尔康的进区里边 接球 第一步停球 转身质量太高了 标准的中锋动作 姆鹏飞 左脚直接传中了 看看这次 马尔康的投球 又是姆鹏飞跟进 再说 段流鱼 1比0 63分钟 段流鱼在进攻里边 补射得分 帮助球队取得领先 这次是马尔康抢前点 姆鹏飞又一次神扑之后 球到了后点 跟进插上的段流鱼 打进了他加盟 武汉三阵之后的 第一力中刀进球 姆鹏飞左脚 掉马尔康这点 怎么在发展往中 给马尔康 马尔康靠身体把人挤开 马尔康转身 马尔康的射门 这就是上个赛季 马尔康多个进球的这种方式 完全不讲理 靠身体把你扛走 然后转身之后 打个反向 上个这球 阿奇兹冲起来 左脚的射门 又是姆鹏飞 姆鹏飞今天神了 陶康龙 陶康龙 带球晃动走 外线右脚的低射 又是姆鹏飞 把球挡了下来 今天这种球 想过姆鹏飞太难了 马尔康右脚 直接打门了 这球打的阵还真高啊 这样的话 主赛半也吹响了 全场比赛 结束了哨音 最终武汉三阵是在 主场1-0 击败了来访的青岛海牛